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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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东西啊 熊黄鱼 熊黄鱼啊 诶 这是我们人工养的 人工养的才干起啥 多的是我们的 这钱蛮大一条吗 三十斤 你把还缸的一个 我吃了菜再回来弄 可以了回来 前段时间干大 没到在一起 这段时间才多了 起碗了 还是的 这个够嫩 诶 还适合活的 这个鱼它的肉质蛮好 它对水的要求蛮高 啥的时候 先给它尾巴啃一刀 啃它把血给它流出来 诶 把这个血流出来之后 它这个乳才没得哪种突行为 这个鱼 它上面有领的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中间一个 一定要把这个鱼给它勾下来 哎呀勾都勾不动了 这个鱼有点不好勾 要用力敲它敲下来 嗯 这个鱼确实不好勾 太硬了 你看这个鱼 你看这个鱼 又活又摁 跟它夹于活一样的 这个鱼搞半天 终于把它搞干净 给它内脏取出来 把它的肉积下来搭片 骨头熬汤 这个鱼 它看起来外表比较硬 但是它的骨头 滋润的 它的皮比较糊 它的皮比较糊 哎 是啊 啊 费 二 哦 是啊 啊 哦 烧烫一点生粉 再来一个鸡蛋清 烧了一点点酒 切点泡辣椒 大葱 生姜 搞点猪油 再来一点菜籽油 先把鱼骨煎一下 花椒来点锅 花椒来点锅 辣椒酱 瞧瞧下锅炒香辣之后加开水 一定要加开水啊 干辣椒多了一点 加点盐胡椒粉 少了一点老抽 切个手 鱼骨都熬好了 摇出来 再把鱼片下进去 水开了烫个十秒就行了 不断煮时间太长 时间太长 时间太长了 搞点香味 尝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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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嗯 但是还是跟那个粘粘的 有点那个味 特性味啊 嗯 哈 我放点酒里还有酒里都吃了 嗯 我吃下来 上面是鱼片 上面是鱼骨头 嗯 嗯 放上至少 三斤 三斤干辣椒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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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肯定是有方法的啊肯定 嗯 骨头一般 那应该叫 嗯 嗯 这个鱼啊 它骨头 都是脆的 开始看到外面一层骨好嗡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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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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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会儿贵不贵 嗯 不贵 二十多块钱一斤 那还不贵 那吃别的鱼才几块钱一斤 这鱼又不通呀 这个鱼对水质要去嘛 嗯 水差就不行 水差 水也吃过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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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 实际上那个甜的那个小菠菜就是有多大七碗呢 嗯 嗯 上次种的那个蒜苗我看也太深了 尾巴吃了那 尾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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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尾巴尾巴 这个汤里面还可以 嗯啊 嗯 这边在开始长痛了 没大锅油 嗯 嗯 还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